8月11日,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55,576例,新增死亡病例338例,儿童感染案例明显增多,上周有近9万4千名儿童感染新冠,占全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15%。 开学在即,全美已有数百所大学院校要求学生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伪造疫苗卡开始盛行。 法律学者指出,大学生若持假疫苗卡蒙蔽学校,恐将构成联邦犯罪。 此外,美国CDC的疫苗顾问将于8月13日救民众是否需要接种额外剂量的新冠疫苗,包括加强剂量进行讨论,并对建议与计划进行投票。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限制行动已经长达两年半,现在进入最后审讯阶段。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最高法院8月11日进行引渡聆讯,听取检方与辩方的正论。 代表加国司法部长的资深律师弗拉特在法庭上表示, 孟晚舟错误地向汇丰银行相信华为与Skycom保持距离,但事实是,华为完全控制Skycom,属于欺诈,因此符合引渡标准。 孟晚舟的律师否认所有称她不诚实的指控,并指汇丰银行未蒙受任何风险,所有指控都是出于政治动机。 加州旧金山将要求餐馆、酒吧或健身房的室内顾客提供完全免疫证明, 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个实施如此严格规定的大型城市。 市长伦敦·布里德的办公室在8月12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规定还将适用于大型的室内空间,例如剧院和娱乐场所。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8月12日表示, 如果美国国会能够通过为清洁能源技术提供资金的两档基础设施计划, 它的气候投资基金将承诺提供15亿美元用于与联邦政府的联合项目,以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项目将专注于零排放飞机燃料、长效储能、绿色轻能和空气捕获技术。 盖茨表示,如果基础设施计划未被通过,可能会将大型项目的资金转移到欧洲和亚洲。 阿富汗塔利班8月11日宣布,他们占领了阿北部的法扎巴德市。 8月6日至8月11日,塔利班还连续攻下阿富汗34个省份中9省的省会, 包括作为北部重要贸易和运输枢纽的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 目前,塔利班已占领阿富汗三分之二的土地,包括原本是反塔利班势力大本营的东北部大片地区, 并将当地政府军围困在巴尔赫省。 美情报机构预估,塔利班很有可能在90天内攻下首都喀布尔。 对于目前的局势,国际社会呼吁政治协商。 据中国湖北省气象局8月12日消息, 11日白天,该省神农架黄岗东南部遭遇大稻暴雨,局部大暴雨。 夜间,襄阳和隋州出现了暴雨到特大暴雨, 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 截至12日上午6时,最大降雨站点板桥电阵突破400毫米, 城区降雨接近300毫米,是目前该市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支。 强降雨导致宜城市44座水库超驯线, 其中最大超驯线水位1.94米。 部分小区路段积水严重。 当地警方应急管理、交通、消防等部门联合行动, 已将所有被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未发现人员伤亡。 人员疏散至别人,